确实这个背后我才发现就人跟人之间 供养关系是个很要命的关系 你不管说咱是什么血亲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到最后 每个人的经济自由财务自由 这是所有其他的自由的前提基础 你不要说这个我是90后00后 我要有个性 我们是新一代的人 现代人 你们这些50后60后70后 都太老了 你们不懂这些权利和自由 但是如果这些年轻人 他个人没有这个自己的 实现自己的财务自由 经济自由的方式到最后 那当然父母要你怎么样 但是陈老师 我听您的信 我还有一个疑问 就比如说我记得原来林语堂 就当年那个时候民国的时候 林语堂歌颂中国 他从西方来的 他歌颂中国 他觉得西方的老人 也许可以在养老院怎么样 他说但是永远也比不上 中国的老人 四代同堂 儿媳妇见了他也得问个好 那种家庭的温暖 比如说像您说的 您的两个女儿 假如真听了您的这信里说的了 那你们老年确实有护士 在旁边照顾 你不觉得凄凉吗 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 真的要做到这一点 需要做很多的 自己的心理调整 自己去思考的 你说我今天喜不喜欢 我女儿她们跟我们一起生活 那当然肯定喜欢 但是我不能够这样 因为他们也有他们的一生 他们现在那么小 那么年轻 整个未来还有几十年 一百年 那怎么生活 不难过说就是 根据我的偏好 你们必须的忘记你们是谁 忘记你们自己的兴趣 忘记你们想要过什么样的人生 到我这里来 按照我认为 对你最好的这个人生去做 这个是 我知道很多中国的父母 其实这方面是 很自私的 做的这个功夫 是很少的 对很有趣 因为我原来以为 只是人的个性不同 就是说我原来以为 有的父母可以真的做到 他不要小孩管的 原来我听您这么一说 其实您是忍住没有管 当然了 因为是吗 因为我 因为我 因为我看到有的时候 比如说在欧洲 有的时候的老年人 我看到有的个性很强 比如说像我的婆婆就是 她就一个人住 住一个很大的房子 然后她 我一直认为是 她真的不用我们管 不是 是有 老外真是习惯了 我有个朋友 嫁给个法国老公啊 就是说 这个她的月 她算是公共婆婆吧 大老远的 说过节了 来看看 开两个小时的车 来看他们 到他们家来 打开门 就喝瓶啤酒 都要问她儿子 都是这样的 我可以拿瓶啤酒喝吗 都是这样的 他们是有距离的 可是她的内心 或许也未必完全是那样子 就我刚刚听您说 而且很有趣 他们确实是有时候 会羡慕中国人的热闹 比如说我们讲 那个广场舞吧 但他们看来 哎呀 这个业遇生活太好了 他们很高兴的 他们很喜欢这样 没错 我带过一些老外朋友 在北京看广场舞 看着他们特兴奋 说哎呀天哪 我也想加入 我说 对对对 他们还问我 说你能让我下车进去吗 我说你一去 他们就全躲着 可是我想说回来 其实这个有时候 还真的是性格 就像您刚才说 你忍着 你对自己有约束 有的呢 就我见过一些父母 真的就是 嫌孩子来看自己还烦 我觉得我们生活挺好 然后这个有时候 孩子说要回来住一个月 然后就觉得天哪 这个儿媳妇 或者是这个 是个儿子的老婆 或者女儿的老公 要过来 你就觉得很麻烦 家里多了个人怎么样 但是也有一些呢 是反过来的 就是他就恨不得 什么都得要管着 而且就是最好 就是你赚了多少钱 也多少钱要上缴 很多是各种性格不一样 但是我想说 是除了性格造成的差异之外 有一些的制度上的 人类历史上的一些安排 我觉得很特别 你比如说 为什么要养老 就下一代 为什么要尊敬老人 要养老 老人 比如说中国自古以来 就很敬老 对不对 以前是老人才能吃肉 甚至 那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很多时候 是因为过去的社会 的知识的积累 纯粹就跟年纪相关 经验就是智慧 知识是靠时间积累而来 所以活得越老 越聪明 活得越老 起码掌握的知识越多 智库 智库 它是个智库 就长老 为什么长老叫长老 你要透过长老 来解决我们社会 或者我们家庭 发生很多问题 但问题是今天 这个功能 已经彻底被剥掉了 老人不是最有智慧 老人通常是最笨 然后老人不一定 不会用各种电子 对 然后他的经验 是没有意义的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就老人本身的客观价值 在下降 那这个时候就会出现一个问题了 就是会不会出现一个弃老 会不会又重新出现 我们残酷的讲 因为历史 人类历史上也出现过一些社会 就对他来讲 老人的经验价值 并不是太重要 因为这个社会环境太恶劣 条件太冷酷 就像游三解考那样 所以呢 他们社会发展一个习惯 这是一个真实存在过的做法 就把老人背上山 等死 这个我插一句 我有一天晚上 在街上 我听到两个人 在我后面 就是在交谈 两个大概中老年妇女吧 他们就讲这个事情 他们不知道是从哪看到这个 他说 你说你们听过这样一个故事吗 说人老了以后 他们把人背上山 就让他们等死啊 然后他们给加了一句 说 但是你知道吗 那个就 因为是那个儿子跟爸爸 把爷爷背上去嘛 他说下山的时候 那个儿子就跟爸爸说 以后我也这样背你 他的意思是说 你不要以为那个社会是这样 以后你会有报应 就是他的那个传统 不会我们的观念 还是不能够接受 你说的最经济的这个安排 是 就是说 因为人呢 毕竟是历史当中 现实当中的人 这个理上讲明白了 但是我就觉得感情上 今天的 这些实际上 刚才文道讲的 这个是也带出了 我另外一个想讲的一个意思 实际上 人类不管哪个社会 哪个人种 他有的那些封锁 我的封锁和这个习惯 都是这个被生活环境 这个造成的 造成的 因为他们发现 这是对于他这个群体来说 对他资源那么有限的话 是最好的一个安排 如果换成像现在 产能过剩了 然后金融市场又很发达了 那么整个的那个格局 和这个这些文化的这个规范呢 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人类历史一直是这样子走过来的 所以这就为什么 我经常说 我们中国人总说 啊中国文化就必须就是这样子 只能是这样子 比如说孝敬啊 还有这个养子房老蛋的那些 实际上我一直就跟他们说 没这回事 就历来就不是这样子 一直在变的 根据这个新的生活 环境啊 新的那个机会啊 每一个人都会发生很大的这个变化 而且呢他这个还会跟 而且我们可以放心的就是 你刚才说到是不是忍得下心 人有人有长期 比如说背自己的爷爷 背自己的爸爸上山 在雪山里头 等着冬天来了 大雪封山 他就死在里头 其实忍得下心的 这不是残酷 而是什么呢 如果这个社会真的有这种需要的话 这个社会会有相应的信仰产生 比如说相信山上有三神 这个三神是专来接老人走的 而谁家呢 要是不背这个上去呢 这个老人在平地呢 也会遭报应的 他会发展出一些这种信仰 来合法化整件事 让所有人都做得心安理的 这就是所谓的这个向死而生嘛 但是呢 你说话 你到了这个现代社会啊 我觉得这个就很难 因为现代社会呢 其实这个人呢 活得是越来越娇贵了 你要比如说在战乱年代 那生死就没有什么说的 还有什么养老的这个问题 但是其实那天就像陈老师说的一样 今天的很多问题 你从另一方面看 恰恰是啊 社会再变好 再变好了呢 人的这种需求 爱养老送终 善始善终 全了孝道等等 而且包括父母亲之间的感情 你这种啊 就是怎么说呢 你比如说我就觉得 今天的中国的这个父母亲 其实你比如说北大的钱里群教授 我发现还是像您这样一些 有文化 有自己的读书生活 就其实他有自己的精神生活 他可以说我住养老院去 我不需要孩子 对吧 孩子爱来就来 不爱来没关系 因为他能过自己的生活 可是你知道我们身边的很多父母亲 他们已经是什么样啊 就到了晚年 他们聊两口聊天 唯一的话题就是你啊 对 没有别的 他没有别的独立的生活 他的世界没有别的了 那么如果他并卧在床 相依为命 老长时间见不着孩子 你连个电话 就说今天我自己都不对 电话都很少打 那你说这东西就是 他生理上是可以得到照顾了 他心理上呢 是 所以这些年 比如在美国生活了那么多年 我原来住的那个地方呢 那个小镇上 我每天去耶鲁办公室 开车路过的地方呢 就一个养老院 后来走多了以后 我就在这琢磨 除了金融市场以外 整个社会和经济这个行业里面 要有很多配套的 对 一个一个环节都要到位的 否则的话 我们讲的要慢慢的这个脱离开养子防老 很难做到的 所以这些养老院 那边都是八九十岁 或是一百多岁的 这些人住在那 所以有的时候 也在从那边进去看看 这样子 也蛮可怜的 所以我也想的话 这个要是中国的父母的话 肯定没办法接受 现在还是很多人 不能够接受 大部分我看都不想 但是呢 这些 你跟这些老年人 你说美国人 他不想看到自己的子女 那个孙子孙女 还有其他的亲人 肯定 大多数的还是非常想念的 只不过呢 就是说 一般的美国人 都明白 我是我 儿子女儿 他是他们 他们有他们的自由 有他们的权利 有他们的生活 我不能够把我的 非得要方方面面的 这个偏好啊 要求都强加给他们 所以这个是一个 整个社会 包括文化 我们刚才讲到的 也都要经过一些转变 和不断的调整 人得改变嘛 就是说从古代到现代 是不是人 就会变得越来越无情 就是你不能太有情 一方面你可以说表面上看是无情 但是实际上我觉得 对个人 每个人作为一个个人的尊重 这也是代表了 这个社会是进步了 对 这个呢 就跟这个好像跟亲缘 跟家族啊 关系就不一样了 它是每一个公民的 个人的这种尊重 但是你们比如说 好比说你说夫妻关系 就像文道刚才讲的 最早当年 它也是一种 家族交易财产的起源 但是到了今天呢 是不是那个理由消失了呢 嗯哼 还没有完全消失 没有了 没有完全消失 实际上人的 就像刚才文道也说到的 这个人类最早 实际上 比如就以婚姻来 作为一个视角看的话 人类在原始社会时期 不要说亚洲 其实欧洲 非洲 差不多一样的 都是更多的像 一妻多夫的 所谓的母系社会 母系社会 男人是次要的 女人是最重要的 当然其中一个 很重要的原因呢 在原始社会 男人要出去打猎 一年里面 有四分之一 到三分之一的男人 会死的 所以生活就那么 那么惨 所以在那种环境之下 如果后裔 后代 是以男的这一条线 来定义 谁是谁的儿子 这个社会 谁属于谁的 那这个社会 一年里面 很多的 对小孩 有四分之一的 到三分之一的概率 一年以后 就没有父亲了 那不就没有人去供养了吗 对 但是因为那个时候的 母亲呢 是在这个 部落里面 干细活的 他们不会去 外面去打猎 面对那么大的 生命的挑战 所以他们自然的就 作为这个小孩的 那个归属的一方 这个延续性 这个概率 就会大大增加了 但是一进入定居 龙根了以后 就整个的是变过 变过来了 每一个龙根社会 都采用了这个 父系的 父系的 多多少少的 养子烦恼 这个体系 这样一来的话 就出现了一夫多妻的 一个普遍的 这个婚姻关系的 这样的一个现象 当然 后来到了工业社会以后 实际上前工业社会 在基督教社会里面 就是后来就延续出来了 这个一夫一妻 所以这个是一个 从那个产业结构的 这个变迁 从这个产业结构 变迁的角度来 看一下这个人类的 这个夫妻关系 和家庭里面的 这个权力结构 这个带来的这些变化 实际上蛮有意思 这也可以帮助我们理解 为什么今天中国社会 正在经历的互联网时代的 这个转型 要进一步往服务业 转移更多 实际上对这些 对家庭里面的关系 慢慢的会产生很大的 对 这样你们女士 在家里地位越来越高 其实也没有 我觉得可能是在家里面 很多社会 它表面上看上去男权 非常非常占主导的这种社会 女人在家里 其实都还算有地位的 比如说您刚才说到 后来变成那个一夫多妻 比如在中东那些 那个勇武民族 他们很多时候 他为什么男的可以娶多妻 是因为战争 有很多的寡妇 最开始是因为要接纳 去安排那些寡妇 所以婚姻制度是什么样子 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安排 就是这个你社会 你怎么去安排这些人 那其实即便是那样子 就是在多妻的那种家庭里面 那女的还是挺有地位的 她整边风那些 翠翠还是可以 就家里事情还是给她管 那相反就在一些 看上去好像男女挺平等的 但是女性在家庭之外的地方 在职场 那玻璃天花板还是很严重的 没错 对我听到有一些中国的 就是经商的人 他们就说嘛 他们就是出去 就谈判啊什么 就发现对方的公司 常常是这样子 一个男的老板 然后呢 那个男老板 未必是最聪明的 而且往往是不是最聪明的 但是旁边的一个女副手 那个人一定是最聪明的 就通常他就说 我要跟他谈一件事情 要跟那个女副手先说 他一定记住所有的事情 非常有安排 会有这样一种格局 对 我很有这个经验 咱们去一下广告啊 长安福特瑞界 圆州派广告回来 接着聊 我们呈现的高品质舒适座椅 来自背后的无数次 科学模拟测试 2018新锐界新成就 福特尽无止境 如果说回来 其实社会的需要跟环境 当然会造成很多制度的变化 我们怎么样 比如说处理两代关系 或者是两性关系都一样 可是问题是 当整个社会在变的时候 就我们能够做的 个人能够做的 恐怕通常都只是 我个人心里怎么去适应 我觉得这个是今天 在这么一个变动秩序下 很大的一个问题 我觉得中国 特别是很多中老年人 还没做好一些的心理调整 刚才讲到养老这个问题的话 因为将来很有可能 会出现一个机会 就是你们要去住老人院 但住老人院的人 是要有住老人院的心理建设的 那这个心理建设包括什么呢 就像比如说陈老师 你可能是您夫妇俩 都有足够的心理强度 就你有自己的生活 就像你刚才讲 他生活不建立在 谈论子女身上 那除此还有一个什么事呢 我们不要忘记 去养老院跟在家防老 有一个非常大的不同 在家防老 你是越来越抽离社会 我们看到很多老人 他其实 我觉得最凄惨的是孤独 那个孤独是什么 他越活到后来 他的活动范围越小 到最后甚至是不出家门 他就只在自己的小小的卧室 或者家的范围 但是老人院却相反 老人院是一个社交环境 就你具不具备那样的一种能力 性格 社交的那种技巧 在你年纪那么大的时候 你还要去适应那些 原来你并不认识的人 天天跟你打交道 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我爸就完全不可能 因为他是个非常自闭的人 平常从来不下楼 那对于他来说 要到一个陌生人的环境 需要跟人相处 这玩意那就跟下了地狱一样 对 所以就变成出现别的情况了 比如说我举个例子 我见过有这么一些的 也不完全说是老人院 有这么一些老人的宿舍 或者老人公寓 欧美都很流行 它是怎么样呢 它不是百分百的养老院 它更像是 比如说假设我们几个月好 我们说我们老了 一起去那买个房 买几套房子 连在一起住 是你是跟 其实是跟一群朋友共同了 然后呢 我们也见过嘛 我们在瑞士很多 我常见到 其实里面也蛮凄惨的 对 当然 但我见过那些很搞笑的 我真的见过 七老八十的 十来个老人 然后坐着车 开着车去旅行 这就是 我一问 原来都是一起住那种地方的 或者住一个养老院的 可以的 其实可以的 几个老哥们 坐着躺椅上 对 就是刚才尿了几滴啊 今天尿裤子换了三回 比如这让我想起来 我们 其实中国自古以来 也有这种安排 比如说 就举个例子 像我自己的主集 我的老家是广东顺德 我们顺德 有一些风俗 跟别的地方不太一样 首先我们有一种人物 叫马姐 就是这个叶德贤 演玄华那个电影 陶姐 里面那个陶姐 这种人就叫马姐 马姐是什么呢 他就是像现在很多人请家里面的阿姨一样 或者香港的飞拥保姆一样 他是职业的 而这种职业呢 在我们老家呢 出来这种职业 它有个特点 他们一般都是一辈子不婚嫁 终身不嫁 所以他们有个名叫自书女 自己书头发 自己书起来 然后他们叫书起不嫁了 就我这辈子不嫁了 然后呢 他们呢 不嫁人 那么一直跟着这个打工的这个主人家 但是他们彼此这个群体之间关系很密切 然后他们又有个习惯 就是他们一路帮着主人家打工 然后但是主人家也有义务 要给他们一笔钱 让他们存着 这个钱存着干嘛 等到他年纪真大了 干不动了 那有些主人家就万一说了 像刘德华这样的少爷 他想养 那当然很好 但要不然的话呢 他们就退休 退下来怎么办 他拿他身 一直攒着那笔钱 买一个小房子 然后呢 一般都是马姐 是一群的买 然后这种房子的 我们叫做姑婆屋 就一整排 整条村就是干这个的 然后整条村的人 都是一些退休的老太太 然后彼此照应 也算社群呢 是个社群 是个社群 其实陈老师 我特别想听 我在香港现在也有 对 你刚刚说到 就是互联网转型这个服务业嘛 我在想 忽然会不会让老年人的这个功能重新发挥 比如说好多年前 我就听说在韩国 他们叫老年人干嘛呢 送快递 因为老年人坐公车是半价嘛 反正他们有的是时间 然后现在在中国也有啊 有一些那个apps 就是你是专门可以找人帮你去排队 反正就是帮你反正去做一些花时间的事 因为年轻人没时间嘛 老年人会有时间 这会不会带动一种他们新的角色 我相信坐快递肯定不是一个最好 肯定不是起那个单车 走路都走不稳 不要说好那么多的东西 这个 不过你说的对 还个对啊 这肯定是可以 最好还是有别的办法吧 比如像我 我原来不太习惯的就是 但是在香港看到那么多的这个男的女的七十几八十几 开出租车啊 或者是到餐馆里面去打工啊 在美国这种情况很少 当然我原来不了解 现在更多的了解到香港的这个退休 这个养老的这方面的保障 非常少 非常少 所以这就逼得 就生过精嘛 那么多的人就被逼得这个 不说这个话题了 对 但是您说像这个啊 这个是不是经济关系的这个改变 会导致传统家庭关系的很多改变 你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讲自书女 这就是一种他也特殊经济结构下形成的一种 也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这样想 就是说人类啊 所谓的这种家族啊 婚姻啊 亲戚啊 所有这些制度都不是什么天经地义 当然不是 当然不是 不断变了 一直在变 一直在变 所以又可以预期将来 陈教授您有预言吗 他会变成什么 你比如说像您刚才说的 我说句这个比较低俗的 就是说我老发现呢 谁养谁 这事很重要 就比如说或者说夫妻两个 你说白了 就是谁挣钱多 谁挣钱少 这个事情啊 潜移默化的就有影响 那您比如说现在基本上倾向于像您说的 女性地位高涨了 那么这个婚姻呢 我们同时也看到不稳定的因素越来越多 那您觉得将来 那天我有个同事还给我讲 就是现在为什么不稳定啊 叫今天的社会啊 男的不缺性 女的不缺钱 这个那那您觉得这种传统的这种 这种婚姻关系将来会会变成什么样呢 肯定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实际上已经变化很大了 本来我们说的啊 就像那个黄梅系 《夫妻双双》 《八家华》里面说的啊 你跟田来我支部啊 我挑水来你交员 实际上那个意思很明确 通过两个人结婚成立一个公司一样的 你发挥你的优势 我发挥我的优势 这样一来的话 通过这个组合啊 把那个产出可以最大化 比单个去做要高多了 但是这方面的那个经济功能呢 也是有这些公司啊 这个公司那个公司都取代了 所以这个也没必要通过婚姻来完成 还有一个最后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呢 就是我们前面说的 养子房老那些风险保障功能 生老病死的风险保障功能 这些也都是越来越有金融市场 和这个养老院等等那些行业 取而代之了 那到最后的话 可能有的人说 那结婚不结婚 分别就不大了 这个性关系是不是可以稳定啊 现在的话 好像有去问中国男人 或者中国女人 可能会说啊 这个用得着 通过婚姻来解决这个问题嘛 所以到最后想一想 对 婚姻的功能还是什么呢 每一个人都会发现了 最后还是自己是最靠得住的 所以这个就回到 这个原子 那个个人这个原子 最终咱们都是孤独的星辰嘛 不过我觉得这个 这些都在离散嘛 可是我觉得好像那个传统的价值观 它的惯性还是很大 有时候 比如说你说那个女的的收入比较高的那种家庭啊 反而我觉得至少我看到的例子里面 大部分到最后出轨的不是那个女的 不是女的赚钱 是那个男的 就是心理不平衡 就会找小三啊 这个话可能说的 这很有理由了 这个话说的太绝对 但我自己看到过真的是这样的例子 就是有很奇怪的 我觉得以前我们说啊 比如说你婚姻 或者你找一个人谈恋爱 或者是结婚 我们都说一定要 最重要是看人好不好 就很纯洁的那种关系觉得 你如果看一个女的 你只说她漂亮不漂亮 那你就是这个就不对 你要看人好不好 看男的也只能说人好不好 你不能看她那个有没有钱 后来我这天发现 好像不是这样 她这个东西才不能叫钱 她就是个真相 对啊 我也觉悟得太晚了 后来我发现 真的就是你一个家庭里面 男的 你不要说收入有多高 你至少有一定的体面的工作 有一定的收入什么 这个对稳定家庭非常重要 因为这还牵涉到 这个男的本身的性格的健全 对 跟尊严 包括他的信心 可是另一方面再回头讲 讲回家庭功能 其实你看人类历史 特别是过去一百多年来 我觉得这完完全全 就是个家庭功能 不断被剥夺 或者家庭角色 不断地被削除的一个历史 被剥离 对 你比如说举个例子 在60年前的中国 其实绝大部分的人 出生是出生在家的 在家里生的 以前小孩 死也是死在家里的 然后小时候不用上幼儿园的 是家里上学的 那么请问 今天有多少人是生在家里 死在家里 就你生死的地方都在医院 然后你小幼儿阶段 你在托儿所 在幼儿园 所以整个家庭的角色 不断在剥离 到最后我们通常会说 家庭是什么 它剩下一个情感功能 可是这个情感功能 今天我们用手机 微信朋友 这个鲁迅先生早就说了 爱情是要有所复利的 对吧 如果最后抽抽抽 抽的就剩下一个空空的感情的时候 觉不觉得虚啊 但是有一个方面的 这个现代社会的变化 会使得婚姻呢 还是会持续很长时间 原因是什么呢 比如说在九几年的时候 那个纽约州 对于这个婚姻权利啊 婚姻带来的权利 做了一个统计 他们算了一下 大概在纽约州两个人结婚 就是这个婚约这一张纸啊 就可以给双方带来一千多种 不同的rights 不同的权利 原因的话是什么呢 比如说移民权是吧 或者说一个家和一个美国公民 那你可以到美国移民权 这个养老保障呢 这个医疗保障呢 甚至于到那个旁边那个健身房 我去登记了 那么我妻子就可以自然的也可以去 或者人寿保险 人寿保险 在耶鲁大学里面的 使用图书馆的权利 那很多了 一千多种 所以这些利益的面前会使得 婚姻这一张纸啊 还是会有差别 但是你看 所以说制度是人设计的 你现在香港交税啊 结婚的人交的税就比单身的人少 有孩子的更少 对啊 他就是这么给你设计的